但你覺得選股策略上應該留意哪幾個板塊 選股來說我自己就傾向看可能當半年的時間 我有時候不是很喜歡的 就好像你猜股市就只是猜未來這一個星期 未來那兩個星期 這樣東西的變數太多 還有那個波幅是可以很大 如果你說以半年來計 我自己還是看一來一些政策的受惠股 譬如好像說新能源車相關的 這些基本上今年整體而來都跑贏了大市 甚至乎現在都有一些新的概念 譬如一些可能輕能的概念 有些公司其實就不是直接概念的 本身都真的在做這個業務 都一段時間 譬如可能3899這些 有機會可以在下年繼續是跑贏 至於一些比較落後少少的 或者股值都比較慘的 譬如一些基建股或者建築股 特別就是基建股剛剛都提到 我都相信去到下年 在整體的財政政策上面會鬆一鬆 還有當時的流動性開始鬆綁了 或者都希望禁回融資成本下來 對於一些高負債的基建股來講 都是著數的 還有去到下年那個地方 專項債發行 有機會提前去下達 因為今年來講 基本上發的專項債 大部分都去到6月7月之後 才發出來 但是去到下年就相反 根據現在很多分析都說 上半年特別是第一季 都可能會發出比較大的比例 所以對於基建的項目來講 會多了資金去到支持 再加上本身這個板塊的股值 真的叫做很便宜的 駁去一個短線的最後落後 至於我自己都還會看好一些 受惠通脹可以加價的消費股 比如可能啤酒 奶品 或者可能一些食品飲品的公司 甚至乎當接下來的房地產行業 是慢慢緩和 特別現時都看到有些政策 開始是體鎮一個新盤的銷售 或者在按揭上做一個寬鬆 一些家電或者家具相關的股份 我自己都還看好的 之前我也提過敏華 或者可以自家 這些股份去到下年 都有條件可以跑得贏 是的